这个世界的好处是个新兴的世界 像我们讲的新社区 新社区事情好办 阿弥陀佛在那个地方 欢迎大家移民去 移民有条件 什么条件 心地亲近善良 所以所选择的人 全部是亲近心善良心 他那个环境好了吗 我们社方祝福 叉徒是老社区 无量界来 极其的并根 太深了 一切众生造作古善 所以我们居住的环境比不上他 他是新社区 阿弥陀佛成佛到现在才十几 时间很短 这个道理我们能想得通啊 你看现在 在我们这个地球上 新加坡这个地区 澳洲这个地区 我们知道他们移民的条件 是新加坡很严 欢迎好人 善人 移民到这边来 不善的 绝不许可来 也是这个意思嘛 但是他们的把关呢 是在讲 没有阿弥陀佛 那么严格 阿弥陀佛 把关是真严格 你心不清净 心不善良 你决定不能往上 各位要记住 不是说 念佛就能往上 没有那么便宜的事情 念佛是个手段 要念到什么标准 才能够移民过去 要念到清净心 慈悲心 清净心跟慈悲心 都是真心 你心底不清净 心底不慈悲 古人家 你即使一天 念十万圣佛号 所谓寒破喉咙 也枉然 果然心底 清净慈悲 你一天念一声 都够了 这个就是 一般人常讲 佛家 修学 重设置 不重形式 形式 没有关系 设置是什么 你的清净心 慈悲心 我们 把这纵合 大神经 佛教导 我们 写了二十个字 真诚 真诚 清净 平等 正确 自卑 果然 我们具足这些条件 决定 往随 黎明宗 是 因念 神念 见得往 所以在平常 日常生活当中 工作 除世 待人 救 我们要用 真诚 真诚 决定 没有虚位 决定 没有虚假 要用清净心 清净心里面 决定没有 妄想 分别 之处 有执着 不清净 有分别 不平等 有妄想 就不真诚 真诚 清净 平等 就是妄想 分别 职责 统统断掉 我们用这个词 我们的词